不是做錯,因為這一題他是跨網段去連人家的資料,連那個臺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用瀏覽器是不行的,一定要手機上才能夠測試成功 所以這裡的話,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會有這些相關的狀況 那再來的話,如果在你的手機裡面應該會看到這個 就是說,當我點了其中一筆之後,他會跳到一個什麼呢?他會打開你手機裡面預設的瀏覽器 如果你預設瀏覽器是Chrome,那他就會用Chrome打開,並且把那個地址查出來,點擊在上面 不過這個時候是在瀏覽器裡面,所以看到的畫面其實當然沒有比之前我們那個在地圖上面顯示來的細緻 感覺還是有點,不過這個方法的好處是,他的程式碼非常簡單 其實你們如果說只是一個粗淺的,只是要連接到地圖的某個位置的話 這一招倒是可以學起來,為什麼?因為他這邊的程式只有 少少的非常多,少少的非常的 就這邊這一行,其實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他這邊有個方法,叫search4有沒有 那他怎麼做的呢?他是用window.open Window指的就是Android內部 的一個後面有個方法,open open意思就是說,我不管說你內部的瀏覽器預設是哪一個,反正你就幫我把那個預設瀏覽器打開 並且傳遞給他一個什麼呢?給他一個網址 那後面的話呢,加上他的地址 這個地址是我們一個變數 就把那個地址 打開你的瀏覽器 並且連接到哪一個呢?連接到這個網站 其實這個網站就是什麼?就是地圖的網站嘛 然後呢,再給他一個地址 幫我動態查出來,你會發現喔 就這麼一行 就搞定了 所以以後呢 你們如果說 要在手機上 很快的查出某個地址的位置 你只要丟給他 這一行,後面加一個 變數就地址 就可以查出來了 相當簡單 一行就搞定了 再複雜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在那個 台北市政府上面的開放資料裡面 旅館 我們是旅館嘛 還有飯店嘛 還有什麼呢? 電影院啦 各種娛樂社 其實全部都可以一網打進 全部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一下子就可以 只要有地址 我就可以查到 他的位置在哪裡 但是這個方式的話 有一個缺點就是說看起來當然沒那麼美觀啦 不過其實 我覺得還好看起來其實基本上 在我手機裡面看到的效果其實還OK 點擊下去 然後因為可惜是我的手機 要把它連過去的話 可能有點忙 他是叫出一個瀏覽器出來 然後一樣可以顯示地圖啦 沒有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 也可以先試著怎麼樣把這APK做出來 先放在你的手機亂亂看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其實還OK啦 只是會有一個上面會有一個那個瀏覽器的 網址列 感覺沒有那麼美觀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也還好 那你把它back回去之後 又可以 繼續在做後面的動作 所以請各位呢